好,那我们对DPL有了一个感性认识以后呢,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接着来说这个TSS了,这个TSS啊,我们这边这个讲的,它这个英文是叫task,叫任务状态段,任务状态段,task,state,segment,segment,叫任务状态段。 这个是后面构成我们这个就是多任务切换的问题,然后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一定要会谈到一个问题,就是什么呢,叫做任务和进程,这个我们操作系统里都经常会讲到这么一个概念,实际上啊,我们通过前面这个内容以后啊,你看好了GDT也好,LDT也好了,这实际上是一个,这实际上是一种叫做数据结构,而且这种数据结构和这种TSS啊都一样的,TSS和那个什么GDT咯, 还有我们现在讲的这个LDT咯,它实际上都是一种什么呢,都是一种系统级的数据结构,什么叫系统级的数据结构啊,也就是说,硬件本身就支持,硬件本身就支持这样的一个情况,那我们这样的一个,那这个为什么谈到TSS的时候,就能够跟你解释清楚,这个叫做任务和进程的区别呢,实际上啊,我们这么讲啊,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操作系统, 那么这个OS啊,就等这个这个没有操作系统的话,那么什么呢,那么你的这个任务啊,就什么呢,就等价于你的进程,那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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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的话呢,实际上什么意思呢,就是任务实际上是一段,任务实际上,是一段运行在这个处理器, 你注意哦,我现在用词特别谨慎啊,用在处理器上的程序,而是程序,那我如果说我们有了操作系统以后,那么对不起,我们就人,这个操作系统就人为的把你的这个程序分成了两部分,一部分叫做什么呢,一部分叫用户程序, 然后呢,还有一部分叫做什么呢,和你的这样的一个叫做系统程序,所以你看我在讲这个Windows编程和Linux编程序,我经常会讲一句话,就是你的程序写出来了以后,会被操作系统拉起来, 会被操作系统拉起,那实际上啊,我们,实际上我们写的所有的程序,所有的程序,在有OS的情况下,就是在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,实际上我们写的是一个半成品,什么叫半成品啊,你写的程序,你能被加载吗,你不可能被加载,你拿不到CPU的,这个是操作系统被你加起来的,那换句话说,我们只负责什么呢,我们只负责用户台下面的,而内核部分的,就是由什么呢,就是由, 操作系统完成的,好的,那你就明白了,那这个时候,只要有了操作系统,任务肯定不等于进程了嘛,这个任务,这个任务,任务是真正跑在CPU上的,而进程不是的,好,那然后,你懂了这句话的意思,你就会知道了,由于任务,是在,这个CPU上,CPU上,推进,那么它必然会有什么呢,必然会有,权限的转化嘛,什么叫权限的转化, 你是哪个级别的,那你就运行,零级别的就可以运行,三级别的不能去访问,零级别的,那这种处理器当中的特权变化,谁来负责维护啊,肯定是操作系统,那操作系统一定会怎么样呢,操作系统一定会有一个数据结构来做,而这个数据结构一定是由硬件支撑的,对吧,如果没有硬件支撑,你根本做不起来,没地方放这些信息啊,那么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, 这个东西就叫TSS,好,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,我们特别要跟你强调的一个内容,就是我们会设计的,就是TSS啊,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护是什么呢,要维护一个站的几个,维护站的几个,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,比如说我在,这个用户台底下,它维护的这样的一个对站,和在系统级底下维护的对站,能一样吗, 肯定不可能一样的,为什么,因为,这个我要保证,你低级别的,就是如果说是,就是数字比较低的,那权限比较高,那权限比较高,它是不是能够看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对站啊,对不对,那很肯定是这个样子,那权限低的,你看不到那么多的对站,为什么,为什么权限多的要看到更多的对站,我,我好切换啊,比如说,我要知道,你有,你那个,那个,任一级别的,任三级别的这些对站,我,我现在把你调到,这个,任一级别的,这些对站,我,我现在把你调到,这个,任一级别的,这些对站,我,我现在把你调到,这个,我 任零级别了,我要再把你恢复过去的时候,我是不是也要把你的对站也要恢复起来,否则你怎么去推进到你下面的程序呢,对不对,那这个时候,这个,他就一定要去,有这么一个东西来存,好,我们这边给你看一个,我们这边准备的一张头啊,这就TSS的这样一个头,这个头啊,这个里头有这么一堆啊,这一堆,反正你知道,他就是维护这样的结构,啊,你用了的时候去,呃,呃,你要深究的时候,你可以去查这个里面,这个内容,反正我告诉你,这是一个32位的内容,那同样的,那我,我如果要是想去编程的时候, 我做操作系统变成的时候,我设计操作系统的时候,我就要对他里面的,对对他的标志位啊,进行什么,这个设计,好,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,有一个小细节要跟你去讲的,那么他这个堆站有几个呢,我告诉你,他有三个,啊,为什么有三个,你想想看啊,他说,你说,你现在不是有,任零,任一,任二,任三吗,啊,那你为什么,你有四个级别,为什么没有,这个,这个,没有这个,没有这个四个结构,很简单,你说想想看,我三可以挑到二,二可以挑到一,一可以挑到零,有没有人挑到三, 没有人挑到三,我只需要记录你向上级别转换的,那我不许只需要三个吧,对吧,好,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,TSS是CPU,这种硬件,原生的,系统级别的,数一个,啊,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他和GDT他们都一样的,好,然后呢,这个时候呢,我,接下来我们又会讲了,你知道,首先啊,我们只需要你知道有TSS这个东西,而且, 你需要知道TS,只有有TSS了,你才能够怎么样的,才能够去完成特权集和特权集之间的转换,讲个最简单的道理,比如说啊,我现在,我为什么要有GDT,我没有GDT,我怎么能够去管理一级一级的程序,不可能,对不对,我通过GDT就相当于什么,GDT,GDT相当于全国工厂总局,去管江州省工厂总局,江州省工厂总局,去管理每一个江州省的企业,那你,我,那我是不是在内存当中得有这么一个东西,去把GDT给他对应好,很简单,是不是, 那我现在如果,我现在又,又要划分好,就像我那个DPL, RPL一样的,我要能够划分好不同的程序,低级别的,不能防止高级别的,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你的这些高级别,低级别的信息给他存起来啊,那你硬件当中必须得让我存啊,我不存,我怎么恢复,我怎么保护现场,我怎么恢复原来的情况,那这个结构叫什么,这个结构叫TSS,你只要记住这么一点,就可以了,我们通过后面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实验, 来帮你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,好,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构,那就是我们现在有了,你就想想啊,TSS就相当于是一张表,放在那个地方,我是来存结构的,存维护的,那同样道理,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TSS,我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直接去调用它, 不可能,我得有一个新的东西来调用它了,为什么,你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数据结构,我要去处理好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,那怎么办呢,T2,就像你的什么呢,就像你的GDT,你GDT是在,我现在再强调一下,GDT在什么里头,在内存里头,在内存里面,那我问你,那么它是用哪个来调度的,你不是用LGDT吗,你还记得那个指令吗,它是用GDT2来访问它的,那TSS, 同样道理,它也需要什么用的呢,它也需要这个叫做什么呢,一个寄存器来维护它,这个叫T2寄存器,好,我们前面的写代码的时候,我们一边讲后面的一边加深前面的印象,你这个印象才会比较深刻,你看好了,这种硬件级别的数据结构,它怎么样,有软件填写内容,就有点类似,就是我把这个表格已经造好了,反正就这个表格, 我告诉你,就这个样子,那谁来填呢,有软件来填,就是OS嘛,填好了以后呢,什么呢,有,再有,硬件,使用,啊,这个,这个就是这个,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内容,这个就是我们硬件这边的框架,好,那么呢,这个呢,就是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TSS的这样一个内容,我们知道了,它是个硬件的数据结构,啊,我们也知道它会有这样的一个,呃,就是基本的原理, 那接下来,我们就问了,我如果想用CPR,我想用DPR,我如果想要去调用它,我如果想要去调用它,我们还要有一个新的知识也要引出来,就是有一个叫做门,啊,叫做门。